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佛手瓜吗 看到没有 又到了周末了 这周末呢 我们在这个景洪市的周边 一个叫基诺乡的这样一个地方 来参观一个昆虫基地 这个昆虫基地呢 以前在网上搜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过来 既然来了 我就想拍给这些朋友们看一下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 就是到了景洪来旅居嘛 没有地方去玩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也是挺值得大家来逛一逛的 还有呢 就是这是一个昆虫的参观盐学基地 那么带小朋友来的呢 也可以在这边 带着小朋友来参观呀 了解一下这个热带雨林的昆虫啊 植物这样的一个盐学 我觉得挺不错的 是非常好找 离景洪也很近 只有25公里 从那个野象谷森林公园 这条路上来啊 就一直走到基诺乡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这个目的地叫天元林 它是一个药材种植文创发展中心 然后也有一个天元虫谷 在网上搜 肯定是能搜到的 里面呢 有一些昆虫的展出啊 还有一些热带植物 然后可以参观 拍照打卡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目前反正我今天来的时候呢 并没有门票啊 什么的 我不知道以后他这里会不会 再忘记的时候要收费啊 什么的 红区艺术馆 很多的头衔 热带雨林多样性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盐学基地 各种科普教育基地 这里还有一个礼堂 还好多的那个座位 就是给小朋友盐学用的 抬头看上面的这个植物啊 这个 可能外地的朋友都觉得 这应该是个装饰 其实它是真正的植物啊 热带雨林的植物 这都是真正的树藤 然后树叶 包括这个 它也是一种树藤 很漂亮啊 在这里可以就是说 搞那种盐学 比如说小朋友有个什么 冬立营啊 冬天到咱们板纳这边来 冬立营在这边 就可以做这样的活动 挺有意思的 看看昆虫 然后了解一下热带植物 看这些花啊兰花 这都是真的 开的像假的一样的漂亮 这就是板纳的一个特有的 特有的特点吧 这个礼堂其实不小的 这个我看 应该能容纳个三十个人 三四十个人这样子 哦 穿出这个礼堂还有一个鱼池 好漂亮啊 这个鱼池 这是水葫芦啊 这是种植的水葫芦 敞得真好 井里 水车 可以拍照打卡了 很漂亮 从这里就上山了 对那上面有蛇 鱼不吃蛇吗 吃 但他大都不敢吃 刚才工作人员说 这里是不让私自上去的 因为会有蛇啊 会有一些昆虫 就是可能会有毒性 所以不安全 要在他们老师的带领下 才可以进到这个山里 这间木头房子 是一个蝴蝶谷 哇 不光是蝴蝶谷啊 好大呀 全是那种昆虫 标本 全是昆虫的标本 大蚂蚁 这里真的值得 好好地来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 热带雨林的昆虫 很多都是国家保护的 哇 这蝴蝶 好大呀 比我的手都大 还有这个 我记得我当时看过 就是比较多 这种蝴蝶呀 昆虫标本 就是在上海的一个植物 动植物的一个博物馆 里面也是有很多蝴蝶的 这种标本 非常的漂亮 在昆明也有 浮仙湖那边也有一个 昆虫博物馆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老师会教小朋友 或者是感兴趣的 就是一些朋友 去制作一些标本啊 什么的 了解清楚了 刚才呢 跟工作人员聊了一下 大概知道了 这个园子的情况 这个园子呀 它是晚上开放的 那么晚上 如果你要过来的话呢 它会有一系列的 这个活动 比如说讲解呀 还有视频呀 或者带着你和孩子们 做一些这个小手工啊 然后还可以进到 他们这个山里面去看 就是夜间观众 然后还有整个的 一个系列的这种活动吧 但是呢 有服务人员 去给你去做这种服务 肯定就有费用了 它的费用也不低呢 是298米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 对这些没有什么 硬性要求的话 大家就可以白天过来啊 白天的话 还可以停车 然后也没有人去 干什么 你就自己参观 自行的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次找到好的地方 继续带你们玩版纳